印过去 之前勇敢的我 害怕的我 不敢出现的我 但是又努力去跟自我 斗策一会 不会没有办法再把自己捡起来 我觉得我不能活 再浓费自己的 时间 为了我想留在舞台上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与大鱼的歌词不同 海德深和夜的暗都没能淹没它 一个叫周深的男孩 和一首叫大鱼的歌 让它像长翅膀的鱼一样 月水而出 2020年 已经在歌坛打出一片天下的周深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也是这一年 略显羞涩的它第一次登上了央视秋晚舞台 至此 央视几乎是每逢家即有周深 2021年春晚经验演唱灯火里的中国 2020年 2021年和今年中秋 周深连续三年做客央视秋晚 今年央视秋晚 海亮明星会剧 其中更有当年周深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导师那音 特别央视秋晚11年的他 也再度盛情回归 去年 周深很忙 今年也一样 一人跑四台 独特方式陪家人很暖心 近两年来 由于情形特殊 所以许多大型节目都采取了线上同台的方式 艺人们不必集中在一个舞台上彩排和表演 就能够将所有精彩分成的节目汇聚到一起播出 对于电视级前的观众而言区别并不大 但对于艺人们 发挥空间可就大了 再不需要真人在相同时间相同的点出现 也使得他们的节目可以在多个电视台的同类型晚会上出现 就像去年的人嫌棋 同样是中秋晚会 这边向他在唱著花好月圆 那边向麦芽糖也同样在歌在舞的进行著 整个2021年中秋节职业最忙的海北算周深 他在东方卫视演唱的是《触不可及》 在河南卫视演唱的是《若思念变思念》 在央视演唱的是《繁星璀璨的天空》 在CCTV六大湾区中秋晚会演唱的《则是灯火里的中国》 若思念变思念是当时的综艺日榜第一 《繁星璀璨的天空》 则在一项数据分析中为提及量最大的舞台 这一年在央视的节目 也是个头娇小的周深第一次尝试掉威亚 平日里嬉皮笑脸 雀人笑胆大的周深 敬业精神得到了央视工作人员发文点赞 都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 是最渴望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对于工作忙碌而不能在这一天陪伴家人 周深还是笑得一如既往的轻松 我觉得这也是陪伴爸爸妈妈的一种方式 简单的一句话 细细想来 是否有种令人活然